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重街166-172号地下B铺 建筑面积850呎 成交2300万 租金66000 回报3.4厘 门阔大概13呎 深60呎 这里始终回报可以的 内里有个洗手间后门 但这位置始终比较静一点 就是保宁街和阿士边路的中间 租客就说一次已经交了租金75万多元 这里每一间店大概3至5万左右 2300万亦都现实地 这里近年都属于罕见 始终这里比较重灾区一点 比较静下来 另外如果在佐敦道 向那边百家市街有很多蚀养 要小心 很多蚀养二千多万 现在一千多万都没有人要 不说哪间 我知道收到很多盘了 对卢里 brightest店 所以那边的时候 尖沙咀段比较高上 近左käcope 尤麻地的吴丘街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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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业主的裁定当时 用于2010年都有 £191万买进来 差了十年时间里不是怎回赚 加上手续费时候 진事 analyze 有人喜欢 diagnostica压医羅 确认及诊素 尤其可以 戴着口罩病都少了很多 所以病相丰感冒人不敢看医生 本身相丰感冒少了 家庭医生现在生意影响很小 牙医可能会好些 也要看牙医 作为一个成交比较 那里有间时装店 就成交了1528万 再过去就有间前永龙的银行 就成交了 现在做一间食肆 就成交了5318万 相比看客户的时候 这间的位置就静点了 可以了 可以了 这个位置不会怎么输 因为都下来少了 好 业主如果你有帮想买的时候 记得找我们拖口价的时候 现金马上到手 好专业的时候买了你的银行 商铺业主 经纪们有银行放售 记住找我 未来我们很积极地买香港的街铺 我什么都不懂 只是会银行的李根兴一换 我2001年起就创立香港商机 买卖过千宗的商铺 以内经营的小生意仔 2006年就开始造铺 藏立生意 卖给创业者 2009年开始就沽了自己住层楼 卖了第一间的地铺 2013年就冲心 他证监会申请商铺基金的牌照 搞了足足三年时间 2016年叫做裸正牌 推出成为商铺基金 给外来的投资者参与 之后虽然遇上社运 虽然至今都已经成功卖了36间铺 全地铺 按中小地 相信是全香港最多 我们每个季度都会集资一次 接下来会不断地吸纳 香港优质的地铺 主要是中长线持有 帮助客做多些生意 为商铺增值 目标是拥有全香港1%的街铺 即是1000间 如果你有铺是想放售 或者下价的话 你自己或者上一代留下的 只要是街铺 可以直接联络我 我即是9036-7143 或者同事们 阿Mark 阿Joe 或者致电脑PC 2830-1111 当然 亦都非常欢迎经纪介绍 为何要买铺给胜会 三大原因 一 就好像跑马地 逆阴街的gossip salon 平家家可以是全港最快 快至一至两个月 你就马上现金到手 二 实在 和价钱合理 专业的流程 确保交易顺利 需要保密的话 我们都会全程配合 三 我承诺 姓妹会成为你间铺的良心业主 遇到大围逆市的环境的话 我们愿意减租或者出钱 去支持你的租客 二 就是积极地跟证单铺的结构 和各类配套的问题 确保是适合营运的 三 就是如果相同的租金的话 旧租客是有个优先逐租权 我答应你 我们会好好善待你的旧租客 做个良心业主 想了解多些我们三浦基金的详情 或者我们怎样和租客 创造共同价值 欢迎浏览我们公司的网站 bwfund.com 业主们 经纪们 记住 有铺放盘 就找我博下家 大家加油 一起做个良心业主